好久不见了 丽金现在终于是复出了 丽金呢 在一月份的时候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当时她说她因为流行性感冒 并发了这急性的肾衰竭 还有病激水 之后呢 她就住进了家户病房 不过事后她就被踢爆说 她因为整形先抽脂 而且后容脂又打了玻尿酸 才造成如此严重的情况 而神隐将近半年的丽金 昨天为了新的节目来造势 但是全盘否认这样的说法 不过因为她的外形呢 其实改变非常的多 昨天呢 也有一个医美诊所的院长 戳破她的谎言 说因为她不愿意帮她抽脂 她才会找其他医生引发了败血症 不过呢 现在她的经纪然在驳斥 她说的确呢 她有去找过李医生 但是呢 并不是要找她容脂 而是要做冷冻体胶 不过因为当时负责医生不在 所以她还是没有进行这项手术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丽金 我回来了 一身黄色小洋装 亮丽出场 在劳劳当小庄的陪伴之下 一人历经宣布正式付出 省影半年多 再次健身 却几乎让人认不出来 去做任何东西什么 跟那个没有关系 病菌 我也是上网去查过 好像在台湾一年 大概有三十四十万人 会因为病菌感染就走掉了 我以前不知道这么严重 我也不知道说一个病菌 会让我这么严重 驳斥整心整过头才 危害到身体健康的传言 但仔细看看丽金修养钱的模样 不论是主持节目还是出席公开场合 她一向习惯挽起头发 但现在却是一头长发遮盖住脸颊 原本犀利的眼神如今成了秘密小眼 过去下巴的漂亮V型线条 付出看起来后变得松松垮垮 就算是露出笑容 似乎也要孝心意义 招牌的红亮笑容 怎么听起来有点轻 好久不见的丽金公开露面 连演于些朋友都觉得有点惊讶 一般女生会留这种发型 通常也是为了遮掩大脸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肯定她的精神 其实照张看起来 还没有完全复原的状态 是不太想 怎么整都无所谓 开心 因而异 主持风格一向大胆直率的丽金 如今却变得有点小鸟依人 麻辣天后付出 改头换面成为话题 跟投资界 我只记得她的好人怎么办 我只记得我跟 我以前还蛮很欣赏她 就连谈起竞争对手 都还是轻声细语 丽金形象180度大转变 虽然对整形这件事情是否认到底 但这次付出 整个人变很大 还真的是令众人刮目相看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